老胡继续讲解油管公事这本书 今天我们讲非常重要的一章 第十一章 找到并确定观众 好 我们首先必须确定几个非常重要的指导原则 首先不要只为自己做视频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 你可能就会讲你们爱看不看 不看滚蛋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经常讲 你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 你就别放到网上 你自己做的私人笔记 把网上放到某个地方作为云盘 就可以了 你公开出来做的话 你就应该对你说的东西 你讲的东西 或者是你想达到的目的负责任 所以不要只是为自己做视频 因为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借口 拒绝成长 拒绝进步 拒绝以他可能能够 成为他观众的那些人为敌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要明确他 第二 不要只为观众做视频 对立面就是有的人只是迎合观众 观众爱看什么 我就做什么 好像有极其了不起的服务精神 其实是错误的 我一直讲观众想看你裸奔 你做吗 所以不要只是为了观众去做视频 好 那么第三 不要过快的调整方向 啥意思呢 你尝试一个东西 如果你是为自己做 然后你想象当中有一个潜在的观众 这样一个群体 你做了两期 然后马上就放弃 注意哦 你做的试验还不够 你没有产生足够的数据 也就是说 你单从发出去的 有人看或者没人看 看的人多少 有几个人踩你 这个小数据啊 很容易让你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 所以我经常讲 不要过分的解读你的小数据 那么当你如果最开始发心 做一个内容方向 脑子里头有一个目标观众 这样一个画像的话 那么你就不要轻易的调整和放弃 一个东西啊 要认认真真的持续的 做一段时间产生的数据 才是有意义的数据 那根据那个数据来做调整 来做判断 好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火爆的视频 不一定有用 很多人都追求一个火爆的视频 我知道 这种感觉 每个人都会有 就是一个视频突然火起来 手足无措 哇这样的视频都能火起来 这不是我的最高水平 然后如果是按这个速度的话 明天下一期 然后过一个月 好 那个指数级增长 很快就是成为世界首富 都差不多了 打败Mr.Beast 很多人脑子里头都会有这样子脑补的 不正常的这种现象 完全正常 这个说明你是个正常人 你不是个神经病 都会这样子想 但是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思考 这句话 就是火爆的视频不一定有用 那有用的一方面 它给你带来信心 觉得你看到结果了 但是往往我们讲火爆这个视频 会让你产生错误的希望值 更可怕的是 火爆的视频带来的观众 不是你真正的 你目标的那部分观众 往往是你不经意偏离方向的 然后出圈的一个内容 给你涨好多的粉 或者一个短片给你涨好多的粉 但是这个粉丝 不是你真正原来计划好的内容方向 如果你通过这个短片 发现了一个 你能够展现你的才能 又喜欢的那个方向的话 那没有问题 但往往很多人的情况是 见走偏锋 一下子火起来了 然后跟着这个方向去做 这个方向第一 不是他喜欢的 第二 不是他擅长的 第三 也许他根本就不是 在这个方向没有持续生产的能力 那涨了很多的粉 你看我们有的同学做一个短片 一下子涨几万个粉 那这个粉丝跟他将来 持续要更新的内容方向 和节目的调性形式 都不是在一个 不是那么协调 所以那个粉丝 最后就会把这个频道 越做越宅 越做越死 然后每一个KPI都被扭曲了 就做到这个博主就怀疑人生 我以前在节目里头举过一个例子 Mr.Beast 就给一个频道里头 给他引流 一下子涨几万粉 还是十几万粉 但是生生的就把那个频道 拖到一个深烟里头去了 因为那些粉丝 他是冲着Mr.Beast的吆喝去的 不是真的喜欢那个人 所以一定要警惕火爆视频 通常一个好的建议就是说 不要追求爆款 爆款是你做好来后的 一个自然的结果 如果你是动心思去做爆款的话 往往都会有问题 好 那么确定观众 有一些具体的 这些指导原则 首先我们理解 这个观众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不同的内容类别 会有不同的观众 讲有点八卦的 他的是这一类的观众 喜欢学比如说摄影的是另外一类观众 喜欢看这种比较稀奇古怪的 都是传奇这一类内容 那是不同的观众 所以这个非常自然 大家能够理解 不同的内容类别 可能会导致不同的观众 但是下面这条你注意了 同一类别也有可能 有不同的观众群 举的这个例子就是美食 美食里头有食客和厨师之间的差别 你针对厨师去做节目 你就要讲菜谱 几克盐 每一个步骤和用量 都要极其的准确和小心 要展示所有的过程 对吧 那么如果是食客的话 或者是连食客都不是 就是那些臭人闹的 我想让你看看去全国去跑 或者全世界跑去探店 我看看你吃的什么稀奇古怪的 我自己可能并不是那么爱好食物 我就喜欢通过你的镜头去看到 世界各地的这样的风土人情 那个东西贵还是便宜 你吃的是不是过瘾 所以它是一个披着美食外衣的 这样一个其实是一个风情片 完全有可能 但类别也许它还在一个叫做美食 这样一个类别里头 好 那么 每当我们讲观众的时候 我们都不要把一个根本丢掉 就是自己 你要以自己为中心 你别把自己变成一个 就是把这样一个周心 你都丢失了 那你是找观众的话 你肯定会找的不对 或者找到的方向全是错误的 说来讲 你要先做自己 同类向合并 同气相求 然后你才能找到你的铁粉 如果你都不能做你自己 你老去去看这个流量 那个流量的东西 往往会把你带到坑里头去 如果你不做你自己 那个粉丝是因为什么东西来看你的频道呢 对吧 他是喜欢你 他是喜欢你的这种表达方式 喜欢你做的这种节目 里头充满着你的个性和人格 他才看你的这个节目 所以如果你不做自己 意味着你做这期节目是张三 做下期节目你变成李氏 你就像一个变身龙样的 你只有做你自己 这才是你的定海神针 然后你一百年都在这开店 来来往往 人家都知道你这个什么口味 是怎么样的为人 人家才会回头 不断的回来在你这个店里头吃 吃东西买东西 所以你要先做好自己 不能反过来 不能讲我先确定 我要去找拿种粉丝 然后我来做那个方面的内容 这种逻辑是道的 往往你为了迎合那个东西 要么你迎合的非常低 我讲你就走向流量的终点 就是裸奔那条道路 要么你就想 哎呀 那个东西看的人挺多 然后流量也挺大 然后我来做 那个既不是你的兴趣 很显然也不会是你的能力 你会做的极端的痛苦 因为那个流量池里头有大鱼 有的人非常厉害 既是兴趣又是专长 而且深耕三十年 你怎么去跟别人竞争呢 跟别人玩呢 对吧 所以你就做你自己 然后以你自己的本质特征 去找到和吸引目标观众 这些人会成为你的铁粉 好 那么 首先当然你要确定 这个用户画像 你要吸引什么样的观众 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 用户画像就相当于公安局 那个破案抓罪犯一样 那也根据这个东西来描绘 这也是个连环杀人案 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这个性格心理 然后给他这样一个画像出来 然后我一射一个技 把他钓鱼钓出来 然后抓他一个正招 这个确定用画像呢 借用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要先确定这个用户画像 然后为了这个用户画像 去做内容 而不是反过来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你最开始 我还没做这个视频呢 我想为厨师做一个专门的 这样一个频道 那么我大概知道厨师 是什么样的类型 但是你肯定不是非常了解它 你最开始做的时候 节目的形式 内容 讲的深浅 讲什么样的这样一些菜单 都会有好多 你可能不确定的地方 所以你最开始确定灵魂画像的话 不完美 一定不完美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 哪怕不完美 你也得先确定 为什么 因为这是指导你内容生产的一个方向 而不是讲 我自己喜欢 我给厨师做节目 然后凭我的想象 然后哗就开始乱做节目 你必须讲 厨师是我的目标观众 他们会对哪些内容感兴趣 所以在这样一个方向里头 来选题 来做内容 这才对了 好 我们后面看到例子 好 那么要做这个用户画像 你要涉及到人口统计学 心理学 行为学 都很高大上的东西 我就告诉你 这个是从概念 或者技术的类别上面 是从这几个方向去入手 你能够 帮你能够精准的定义这个用户画像 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你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就好了 其实我们从 我们就是说 从常识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有基本的这种能力 就是我经常讲的 要懂得你的观众 要有观众意识 那么这些 一旦你建立了观众意识 你就不自觉的会运用人口统计学 心理学行为学 所有这些学科 你不要倒过来 就是讲 我去 哇 这个这么重要 那么我是不是要找本人口统计学的书来看看 心理学书来看看 行为学的 不需要 老胡经常讲的按需学习 你整天去琢磨用户的反馈 背后的数据 然后你不断的复盘 你就用了这些东西 落到实处 不知道这个概念 然后你能把这个东西用得更好 更精准 这就是我经常讲的 你不需要知道蒙太奇这样一个技术 名词或者概念 但是你在节目里头用得非常棒 就用这个技术 好 那么 接下来这个概念 又是非常重要的 老胡今天每一条都是非常重要的 数据是做出来的 啥意思 你做内容 为了你的目标观众 然后产生数据 最开始的用和画像不完美 但是这些数据是来源于你生产的内容 最开始不完美 然后你这个数据越做越多 怎么回事 你出的出片量越来越多 做的视频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数据就从小数据 变成有一定的体量 然后那个数据就开始有作用了 最开始这个封面图15个人点击 那又点击了他 100个人又15 那15%的这样的点击率 数据太小 这个15%不能说明你的封面图是非常棒的 等你有1万个人点击 你依然还有15% 你这个封面图你知道 它是厉害的 一个封面图 所以这个数据是做出来 就是指这个概念 是你人为的不断的在实践当中 修正你的内容 修正你的这些表现形式 内容生产的各个环节 然后那个数据还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观众的留存率提高 转粉率提高 观看完成度提高 所以这个就是 我讲做出来的含义是这样子的 而不是倒过来的 有的人就是做完节目 自己也不看 往上一扔 然后去看那个数据 不咋的 或者什么样子的 那个数据变成了没有用的 事后的一个影响你情绪的KPI 这个数据做出来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封面的点击率只有8% 那么我要想办法把它做成8.59% 10% 这里就是做出来了 到最后这个数据 你做视频 生产的数据 这个数据不断的修正和印证你的分析和判断 这个数据就变成一个KPI 就相当于讲 你什么事情都做对了 你最后一定赚钱 一定发财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数据是做出来的 现在我们再讲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个概念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图来表示 首先我们要做我们自己 要找到你感兴趣的这样一个内容方向去做 你不感兴趣的 千万别做这个东西 我反复强调过 因为你要走过一个慢慢的长夜 漫长的通道 你没有兴趣 你撑不下去的 不过你是在一个月以后崩溃 还是一年以后崩溃 还是三年以后崩溃 你知道有的人做到百万大号 还崩溃停更 就这个道理 所以一定做你自己的兴趣 第二观众要喜欢 你要用画像 这个观众会喜欢看这样一个内容 你不能讲 我自己兴趣的 我就做变成自己的流水账 每天在那边更新 就像有的人发朋友圈一样的 我喜欢 我晒娃 干嘛 你不高兴 你拉黑就是拉 不能这样子玩 你自己感兴趣的 你要考虑到观众也喜欢的 好 这两个 你猜猜第三个是什么 很多人就在这个层面上面 就完了 我感兴趣 观众喜欢 能做到这个的确也不错了 那怎么样能提高升级呢 注意看 第三个 选题最好的热点 好 那这个三个东西在一起 它产生的交集 这中间 就是我们要做的视频 你看看 你除自本心 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对用户了解 对观众理解 知道他们会喜欢看这个东西 而现在这个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热点 好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是个娱乐主播 专门讲 讲这个娱乐界各种明星的 相关的一些新闻的好 八卦好 观众 就是那些追星族 喜欢的 热点呢 这个明星 最近出啥事了 出轨啦 劈腿啦 捐钱啦 然后说错话啦 这个喝多酒啦 这个 杀酒疯啦 或者是这个闺蜜 被刺他 等等这种 这些热点 这三个在一起 你这个 就效果就最好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不要整天那么低俗 就讲八卦 这个 Devin Stone 他是个什么人 他是个律师 那么 他要来做一个频道 他做什么东西呢 他讲我想帮助 这些准律师 他的观众就是 法学院的学生 那法学院的学生 对什么东西会感兴趣呢 好 那当然 这些人的话 就对法律知识感兴趣 因为他在法学院嘛 那么我做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中间的交叉地方 是什么 你想想看 好 这些人 在法学院 他选 要讲的是法律知识 他的目标是什么 这些人 他要从法学院 顺利毕业 要考到律师证 要找到律师事务所 去工作 所以这个视频 就在这样一个交集范围里 去生产 很不错 对不对 很工整 很专业 这个频道 也做得不错 但是 这个律师嘛 一般都是 胸怀更为 这个和抱负远大 他不足以 不满足 一个平庸的 这样一个频道 其实这已经非常专业的 像这种频道的话 如果这样 有1万 或者到10万 这个程度的话 那已经是非常非常专业 他可以卖辅导课程 他可以卖 各种各样的服务 已经是能赚挺多的钱的了 我没有讲这个有问题 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看看 更高级的玩法 还是个律师 他没变 观众呢 变成普通市民 普通市民 跟法学院的学生的数量比 怎么样也得大100倍 大1000倍 大1万倍吧 对吧 那么就可以从一个 专业服务的 这样一个频道里面 变成一个流量的 这样一个频道 如果讲前面那个是个商业性质的频道的话 后面变成一个 大众的 娱乐的这样一个频道 所以 如果他要定义为一个商业频道 或者是他的影响力 只局限一句 像最好的法学院的课外辅导老师 大家都继续交钱 让他出道考证这些东西 他能做成一个已经了不起的生意 但很显然 这个Stone律师 他要的是影响力 要的是最好是电视台上面 天天播他 然后他来讲解这些案例 对吧 所以他要拓展 他的拓展的方式就是说 使得观众 从法学院的学生 变成普通市民 你都爱看 好 普通市民爱看什么呢 你是法律有这么专业的 那这个选题就是日常生活的法律问题 那你想想看 日常生活的法律问题 多的不得了 对不对 隔壁老王干了这个事情 他有没有犯法 隔壁老王做了这个事情 他应该判七年还是判三年 哇 这个 这个就多的不得了吧 对不对 因为普通市民有看热闹 这个吃瓜这种习惯了嘛 那个选题一下子就大一百倍 大一千倍嘛 对不对 好 日常生活的法律问题 有点抽象 那我这个中间这一块这个节目 应该怎么来做 你看啊 真实的案例 法庭天天开庭 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例子都有嘛 对吧 所以他要讲真实案例 另外一个 这个频道 他改版以后取得巨大成功的是 影视剧里头 很多都有律师出场 进行庭审的这样一个辩论 这个 往往这些东西都不太真实 为了编剧的这种效果 在那个法庭上面慷慨诚词 其实比那个真 跟那个真实的法律啊 有相当的距离 因为他要戏剧的效果嘛 往往这个里头就有各种各样的漏洞 那么这个律师 他就会用这个影视剧里头 法庭这个辩论和审查 那个片段拿出来讲 哎 播一段了 他讲 这一段是对的 这个律师在这个法庭上 这样子交叉 这个质问 是违法的 我们真正律师是不允许这样子干的 这个地方 这个法律 在这边三情的发表一段这样的演讲 这是不对的 真正的法官是不应该这样子做的 要这样子做的话 他会受纪律处分的 然后这个节目 大火 你看看 跟对照前面这个版本和现在这个版本 两个就不同的量级 所以这样子改版以后 这个频道就成了普通老百姓 法律相关的 number one 这样一个频道 我再讲一遍 前面他那个做法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你是专门想扩展线下影响力 作为业务引流的话 效果也是杠杠的 非常棒的 但是如果你不想去帮这些人出庭 做案子 烦死了 一个人从头到尾 虽然收的钱挺多的 官司打好长好长时间 然后碰到一个难产的客户 或者碰到一个对手的话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老胡讲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职业 实际上是不是人去做的 像医生律师 看起来收入是挺高的 但是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作弊的 你要出庭要辩解 那个案子 这个卷宗多少页 几千页 你都要清楚的 你不能喝了一个二两小酒 去出庭的 拿手术刀 你不能晕乎乎去 就去给别人做手术的 那个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很辛苦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老胡非常庆幸 我没有读医学院 虽然我报的这个志愿 这个几乎所有都是医学院当年 好 那个法律也是这个样子 那么 所以有的人做律师 可以用前面这个模式 去做一个专业的这个律师频道 那么 做后面这个 做普陀大众的 这样一个兴趣流量的频道 我觉得 这个更好一些 更轻松一点 更有一点点 能够影响的人更多 能够普及法律知识 你看罗翔在国内 做的这些法律的教育 比他在大学里头 教学 那个成果就要好很多 很多 所以今天这个 这一个章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要理解 和确定 我们的观众 他的兴趣 和观看行为 他是喜欢看什么样的调性 喜欢看什么的内容 在这之前 我也特别的强调 要做你自己 你别去把观众当做中心 把他当做爷 你去当他的孙子 这是不对的 你做自己 但是你不是要做观众的爷 你跟他是平等的 是为他们服务的 你别把自己做丢了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经常讲 做自媒体 一个number one的错误 就是把自己做丢了 有的人甚至更恶劣 把自己做的堕落了 这就是最大的失败 好 这就是第十一章 明天继续回来 听老虎讲第十二章 谢谢 再见